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 藍中那麼急 防守到背後 有 準備滾橋喔 抱得蠻緊的 有機會嗎 有機會做一個滾橋嗎 紅方拳走的防守能力感覺是相當的好啊 不過剛剛那個進攻是蠻漂亮的 沒有猶豫的就直接繞了 現在比說來到了2比0上半場時間 還有1分10秒 有沒有成功呢 現在被兩方佔上風 紅方 其實也不好繞到喔 沒錯 其實這麼遠的距離是不好抓到腳的 紅方是有點比較被動 藍方選手是相對主動一些 然後現在讓紅方 抓單腳繞外出 沒錯 紅方選手有 太可惜了 紅方選手剛剛轉身比較快 李凱伊選手剛剛做的動作是 應該是他得一擊 我今天看他每一場幾乎都是 做一個就是抓另外一邊的腳 來把選手翻過來 對 現在比說來到了4比0 由藍方領先上半場時間差 最後的15秒 紅方選手應該要開始慢慢想 去考下一步的進攻了 等一下中間休息30秒的時候 教練應該會給他一些指令 對 中場休息 中場休息 教練直接用筆畫的動作 沒錯 這邊藍方是在調整呼吸 4比0 最後兩分鐘 沒錯 決定誰是今天的精彩 非常的令人緊張 再開始 下半場比賽開始 好 開始開始 雞雞進攻了 有進去 有分數嗎 哇 手的角度可能要注意一下 沒錯 然後 藍方控制了 2分 6比0了 紅方的上方 也試圖要做 可能體力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 沒有 力氣做 滾橋之類的動作 不過沒關係 他現在比數有一點點在拉開 紅方選手應該開始 更加積極的進攻 有 橫方選手的 有 攻擊都有點太遠了 他都是站很高 然後 再次往下 從那倒 都被別人看到 現在抓住了藍方選手的 頭部 然後現在第第一個 頭部 有沒有辦法成功 現在被 反蓋了 2分 不然他剛做一個挺身的動作 反繞到藍莊的上方 是很漂亮的動作 可惜他做頭部的拳的時候 沒有抱緊 沒有抓緊 可能雙方選手都有點疲累了 已經 比較沒有力氣 好 那紅方選手也希望更加進擊 因為時間指他最後的 45秒 然後 如果說沒有再繼續 繼續進攻的話 藍方可能會 贏時間的關係直接獲勝 現在想要 平時打自由嗎 哇 哇 被藍方選手 手了下來 好 比賽結束 最後一集啊 真的 但至少他很努力的 盡力了 非常努力 好 恭喜 10比0